大家好,我是莫蓋雯,來自美國的康美第1個州 然後我是去年9月到台灣的 因為我覺得來台灣就是一個很特殊的經驗 因為我已經去過大陸,所以那時候想說 那我不如來台灣就學這邊的文化 結果呢,我從去年到現在都有很豐富的經驗 譬如說,我今年過年的時候在彰化過年 跟一個朋友的家庭住一個禮拜 然後我覺得那時候真的是很特別 因為他有阿嬤跟侄女 所以總共有四代,就是一個四代的家庭 然後台灣有台語,對啊,跟大陸可能不太一樣 因為我發現用台語可以表達出來 比較親切的感情跟感受 對,所以我覺得台灣這些國家真的很有意思 因為就是會把好幾個因素就混雜在一起 然後我覺得這個語言中心真的是很特別 因為第一,不會很貴 所以大家付得起這個價錢 然後你可以從此發展到其他的領域跟地方 譬如說如果你想念研究所 那你現在可以來這裡學中文 然後去學其他東西 譬如說我今年九月要開始念四大的翻譯所 對,所以我覺得四大的語言中心真的是幫我 幫我準備繼續念比較深奧的範圍 對,我今年九月要開始念研究所 然後是翻譯研究所 那我要念兩年 所以我 我很希望可以 可以繼續探索台灣去很多地方 玩 然後我聽過那個翻譯所 它本身也算是一個家庭 因為所有的同學 對鼻子都很親切很親近 這樣 所以雖然我 這裡沒有 沒有 我的家人 但我可以把我的朋友 視為我自己的家人 所以我很 我很開心有這個特別的機會 Welcome to National Taiwan Noma University Come on